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前天因為下午3點去打AZ的疫苗 所以在前天晚上就開始發燒 然後昨天整天就稍稍退退 人就不舒服 所以就跟電視台請假 昨天就沒有錄影 那我有在盤中文章中就有跟大家說一個告知跟交代 那很多人都有關心 也提醒我說要多喝水 多吃維他命 維他命C之類的 那我都有收到 那沒有辦法一一回覆 跟大家說謝謝 我就同意在這邊跟大家說 謝謝 謝謝大家的關心 那就大家有疫苗 就趁早趕快打 保護自己 也保護周邊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趕快把疫苗打起來 那當然現在疫苗不夠啦 所以只要能打得到的都盡量趕快打 那昨天很多股票突然殺到跌停板 那我也開玩笑的說 我怎麼一天沒有作證股票 就殺了七雲八鼠 那今天老師回來了 所以股票又漲回去了 當然這是開玩笑啦 但我想多頭常見的就是 他慢慢長 慢慢長 慢慢長 突然間多殺多 環掌急疊蹦蹦 一下子 你會發現殺得非常的凶 非常的快 然後後面 過個幾天之後又創新高了 這是多頭常常發生的現象 所以我們常說多頭就是環掌急疊 那昨天很多電子股殺跌停 其實市長都在傳說 什麼南部的有人玩航運股 玩太大壓了60億 然後被斷頭 被追繳 連帶的把其他的電子股也跟著砍 所以一個航運股斷頭連帶的 讓電子股出現賣壓的這個效應在市場發酵 是昨天電子股多殺多的主要原因 因為當他 大家聽到這種消息的時候開始砍股票 或許真的也有人因為這樣子去砍電子股 所以當他短線跌到一個破線點的時候 又帶動所謂的當沖 隔日沖 跟城市交易的賣單 所有人集中在昨天全部都賣 所以昨天一堆都跌停板 但實際上沒有利空 很多公司第二季的財報 非常的好 7月份以後要漲價 然後下半年很多IE設計拿到新的產能 然後隨著忘記 報價往上 出貨往上 出貨量因為新產能也往上 數字通通都會往上跳 所以昨天的跌停其實 我相信三天之後回來你會發現說 那個是最好的買點 事實上很多股票今天都拉上去 比如說 經濟科 昨天一度也跌停 結果昨天沒有說跌停 就拉了半根上去 今天收4.58 昨天連滿是3.96 然後盤中最高就拉到 那禮拜一的時候呢 最高來到4.79 這是分盤第七天 禮拜二呢 稍微拉回 因為那一天大盤不好 就拉回到4.4 然後昨天 因為我沒有錄影 所以我就沒有做資料 開盤沒做到 打到跌停板396 然後 盤中最高就拉到 4.35 就差了大概40塊錢 那沒有收那麼高 收420幾 結果今天 就大漲到4.58 所以昨天的396 到今天的4.58來回 就差了60幾塊錢 62塊 62塊 對 所以像我盤中文章所說的 從而是越洗越乾淨 越洗越乾淨 那今天是分盤最後一天 那明天我想 量就恢復成好幾千漲 那股價我認為 就是持續往上的趨勢 那麼 8月非常 值得大家的期待 因為8月中 我們期待 行政電腦的部分 可以順利結案 就是 收案 可以順利tap out 設計零案 因為只要能tap out 你就可以算 後面開光照量產的 時程的規劃 就比較容易算得出來 那老闆都說 明年第一季 就是一個量產的時間點 我想這是老闆自己說的 就代表前面的tapel 在7月底或者8月中 或者8月底 這都在誤差之間 那預計的產出在明年第一季 我想公司大致都已經 排的schedule當然就是如此 所以那個就是營收的爆發點 然後8月之後呢 又可以期待陸續會簽新的合約 而且 這新的合約很有可能第三季 會簽的maybe不止一個 據鄭老師的了解 跟公司的說法是不謀而合的 近期有非常多的新的訂單 正在洽談陸續要簽或者簽 其實已經簽了我們還不知道而已 那 都會反映在大概8、9月陸續要簽 到第四季 所以第三季會是相當重要的 爆發的第一個季度 那明年第一季要量產 一旦量產 就像我在文章說著 我說ESIC的這種產業 當它初期在接案 開案 開案 然後設計 tap out的這段時間 它所發生的收入都是 所謂的簽約金跟全力金 那這部分當然它都是盡利 只要扣掉公司的損益平衡點 比如說3000萬 或者3500萬 那多出來都多賺 但是因為這部分都只是 所謂的簽約金跟全力金的收入 所以每個月大概就 比如說7000多萬 6000多萬 8000多萬的全力金 這個差異其實都很有限 它真的不是重點 只是我們確認有這個全力金的收入 這個簽約金的收入 代表 當它接到這個案子之後 後面只要它完成設計 準備要量產 量產之後的那個量 衝出來就是好幾倍的營收 所以大家不用太過 就是計較說 現階段的營收 是7000多萬 6000多萬或者8000多萬 那有沒有1億 這個階段 就算給你來個1億的營收 還沒量產之前 可能下個月搞不好 又掉回到7、8000萬 所以這個時期的營收 其實它只要呈現穩定 而且陸續有新的案子進來 有新的案子接進來 或者新的案子開收案 那這表示暗進度在走 而且業務量越來越多 到明年真的開始量產的那個階段 那營收一跳就好幾倍上去 那個才是重點 所以現在我們只要確定 第一 舊的案子能不能tap out 新的案子是不是陸續在開 只要這兩個重點有 短線的營收多個1、2千、2、3千 有時候跳上去 有時候掉下來就像清新科一樣 4千、5千、6千 這樣子營收在那邊跳 股價是漲到600多塊 所以現在的營收不是重點 明年營收要跳好幾倍那是重點 那天才是重點 記錄面390到527的賣壓 本來就不是賣壓 這講很多次了 這裡的賣壓 很多這裡都砍光了 然后这里换手一次 昨天又洗一次 筹码越洗越干净 表示后面行情越走越强 其实7月份也快过了 5月6月7月盖牌 时间一下都过去了 到今天股价来到458 其实离500块钱不就 连一根涨停板的幅度都不到 所以要涨回到500多块 其实maybe就这两天的事情 所以5、6、7月盖牌只买不卖 策略都不变 8月份我乐观看待创新高的行情 那点续 礼拜二开盘直接亮灯涨停 160块半 我带着家族成员涨停板 卖一半的持股 卖一半是因为短线 我们赚了不少 135的成本赚了20几块钱 所以卖一半去买下一档预创第二 但留一半是因为我持续看好 我没有预期它会打开 但是因为那一天 尾盘市场卖价蛮大的 所以卖160.5元当天收146块半 所以那个价差就出来了 就差了快要15块钱 所以那个价差就出来了 那昨天没有录影 我记得盘中甚至沙跌停 来到132块半 所以两天高低点 差了快30 那今天呢 早上小涨打到平板附近 我们就让家族成员前天卖的持股 然后再把它买回来 结果呢 价差从卖160.5元 买在大概142块附近 价差18块钱买回持股 今天马上锁涨停 马上现赚涨停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 当股票大涨的时候卖一半 如果已经赚了2、30% 留下一半利益不败之地 因为我看好的机会 后面持续会发现 有高点我们继续赚 如果打下来有价差买回来 再回到高点再创新高 就再赚一趟 所以价差18块买回来 马上再赚涨停 4月份赚0.66 5月份赚0.82 6月份营收大多不到1000万 但是多赚了接近三毛 单元获利来到1.09 已经接近1块1 代表那个涨价的效益 开始推升毛利率 EPS 那个效果显著 7月份的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设计公司中小型的 上半年生意非常好 但是产能就是不够 但下半年是旺季 所以上半年就定了很多的新产能 跟金元代工厂 就定了很多产能 陆续下半年就到 所以我们预期 从7月份 点续会有非常多的新产能到位 这就跟当初的附顶一模一样 附顶 我记得附顶当初我们买89 昨天跌停 今天又量增涨停来到129块半 我们是卖在130几 今天涨停买还没有过高 但依然强势 附顶为什么这一波这么强 可以从89 让我们卖到130几块钱 可以赚五成 就同样的故事 因为市场缺 所以MOSFET的部分 7月份大概要涨价10% 那除了涨价之外 附顶因为去年它就跟利基电 就投资了很多新的产能 那今年下半年 它的产能的增加幅度 会比其他MOSFET的业者 都来得相对大 所以当它6月份单月 已经赚9毛多的时候 今天股价就喷到130几 136 6月赚9毛 股价已经喷到136 7月份必然赚更多 所以一口气我们就赚了五成 同样的道理 点续7月份 新晶圆到 那个营收跳的幅度 应该会负顶更高 而且MOSFET 它不容易涨太多 大概涨10% 但NAM的Ctrl-IC 它可以涨两成 那7月份新晶圆到 再加涨价的效益 我们估计营收 有机会从1.6亿跳2亿 那1.6亿就可以赚1.09 那如果到2亿的营收水准 那单月份的获利 这样就会上涨2块钱 所以如果说负顶单月9毛6 股价就最高来到136 现在点续单月是1.09 那7月份就有可能跳到接近2块 那股价当然该有更高 所以本来前天开盘亮灯涨停 是因为公布了6月份赚了1.09 本来就应该跟附顶一样喷一段 就却遇到盘式的关系 蹦蹦 涨停板打下来 隔天又杀跌停板 却应该喷出确疾 这个就是应该把握的买点 所以今天 价差18块第一档买回来 马上锁涨停 我认为 160块半的糕点 跟前面那个162块糕点 那个早喷晚喷多少喷 早过晚过都是要过 因为数字就是这么强 所以多头 那种多杀多 常常都是很短暂 杀完之后蹦蹦 一下子两三天就过高了 重点还是在于数字 你的股票要跟郑老师选的肌命股一样 都要有最强的数字 金浩科也是 但是 礼拜二创了213块的新高 区盘压回 昨天 跟预算一样 都亮灯 锁跌停 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跌停 我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原因 基本上就是多杀多 大家看到它涨得多 好 你看到我的蝴�蝶没有开策 先卖再说 今天 心里面涨了8% 最高来到190 那今天就也漲了8%回來,最高來到1900,收盤188塊半,收漲7.7% 所以我就說,當你數字往上的股票,本來就還沒漲到應該有的價位,卻跌下來蹦蹦,一下子就漲回去了,怎麼下來就怎麼漲回去? 第三季估計,利息型的記憶體,比如說DDR3,至少漲價25到30% 那第三季和毛利率上看五成,我們估計單季要賺9塊錢,今年要賺20到24塊 那它同時與聯巴克跟華為都合作新的產品 那其中比較受人矚目,就是跟聯巴克合作的3D記憶體,就跟艾普跟台積電的合作 那艾普今天,昨天也是亮燈跌停,今天也是漲平板 所以金豪科今天也上去,所以這中間它會有一個比價的效益 因為一個700多,一個不到200,超過500多塊的價差 所以這個持續會有一個比價的效益 那尤其是近期DDR的,比如說DDR3市場,真的非常的取人 最近我從產業界所問到的,DDR3的相關的顆粒 就是記憶體的部分,真的是一日三次 現貨報價一日三次,一天可能漲三次 每天漲,而且每一天可能可以調個三次的價格 而且你想買都買不到,這中間當然有很多因素 因為一來進入旺季 二來三星,今年把DDR3的相關產能轉移到DDR4 反而讓DDR3的這一塊 它的供給就是不夠 然後市場又很擔心說大陸會被美國制裁相關的記憶體 比如說NAMM跟DRAMM跟NAMM Flash 有可能被美國進一步的管制跟制裁 所以客戶進入旺季,怕後面要缺 所以就加速的囤 所以現貨往上跳 合約價未來也跟著要漲 那最為強勢的會是預創 從上週三漲停,上週四又漲停 禮拜五創高 禮拜一稍微整理一下 禮拜二漲停來到這一波最高53.7 那昨天正老師沒有錄影 趁著我沒錄影的時候 就給我跌停板 那今天早上呢 最高反彈6.78來到51.6 尾盤壓回到平盤 但因為它這一波漲最兇 多整理一天 我認為這也沒什麼奇怪 但這拉回是給你買的 拉回是給你買的 我們買53最高到53.7 總共賺了53% 比當初附頂賺得還多 所以稍微回檔個 一兩天兩三天 但沒有問題 拉回都要加碼 因為就像我說DDR3的現貨 目前大缺 一日三日 真的產業界的人說買都買不到 那現貨漲得兇 合約價是兩三個月漲一次 所以現貨價先漲 賣現貨的人賺得最多 那預創它的出貨基本上都走現貨 那經好客是七成合約 三成現貨 像華邦店跟南科大部分就是都是合約 所以受惠最大的就是預創 5、6月加起來賺0.44 第三季 我認為單月獲利將有機會挑戰1塊錢 算一算下半年要賺超過4塊錢 所以這股價拉回就是要大買 因為這股價還是低估太多 低估太多太多 拉回就是要買 那除此之外呢 我還將準備帶著大家佈局預創第二 這當然又是一檔數字大爆發的金平股 所以錯過預創前面賺53% 當然預創還會再買再賺 你想操作預創你可以跟著我來之外 要買預創第二的 你更要跟著我 歡迎大家都來加入 申老師的LINE官方帳號 收入小老鼠Starmaster 並且留言鄭老師最棒 新加入的前20名 就可以得到 我即將佈局的預創第二 把握機會 趕快加入鄭老師的LINE官方帳號 這回來了再聊其他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昨天鄭老師請假 所以呢剛好遇到市場的一個非常大的震盪 但這種震盪好像一天就風平浪金 而且很多股票就強勢的反彈 或者甚至漲停板 這是多頭常有的現象 重點還是在於那家公司後續的趨勢如何 數字如何 或者報價如何 毛利益如何 如果這些東西都往上 那股價拉回是一時的 而且我常常在講 你好的股票 好的金平股 你趁著拉回買 你常常很快就賺 也常常很快就打賺 這次也不會例外 往家 上週四 抱歉 今天 找盤最高來到144.5 漲個大概4.3% 回盤 收一個小漲140 那 8454的富邦每今天漲多少 漲100塊錢 盤中最多漲120塊 因為它公佈了第二季的獲利 好像89塊錢吧 我沒有記得很清楚 公司說就是因為受惠疫情的趨勢 網購持續的成長 同樣的91APP跟網家都一樣 因為防疫的新的趨勢 網購進入高速成長的階段 去年它賺2.16元 今年至少賺5到6塊至少 明年會賺超過10塊錢 91APP低劑只有賺0.41元 股價最高都有到400多塊錢 賺比較多的股價只有不到150元 所以我說這個比價空間又是超過一倍 這都是未來的趨勢股 然後爆發力最大的我認為會是瑜創 因為DDR3目前真的是一日三世 所以等到下個月 當財報上營收獲率上反映出來的時候 我認為股價從這個位置再賺個三成 應該不是問題 然後最新布局的預創第二 這次希望大家都要跟上 所以鼓勵大家都來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帳號 送你小小鼠 並留言鄭老師最棒 新加入前20名 我會給大家未來一個禮拜的最新的一檔表股 這檔表股就是預創第二 趕快來加入鄭老師的LINE 祝大家超出順利 明天再見